闺女今天给你做一菜一汤行吗 就咱俩人够了吧 够了 今天做一个酸菜鱼 然后再做一个白菜粉丝虾化汤 行行行 是吧 那个有 那汤有好喝有鲜啊 我现在要来酸菜鱼打开 先做上那个白菜味就对的差不多了 好长时间没吃酸菜鱼了 想吃了 咱们这个全部都是活鱼鲜切啊 大家可以看到鱼片是这种自然的鲜红色 上面还有一些血红蛋白 说明这个鱼片是非常的新鲜 而且咱们这款鱼呢 用的是液蛋锁鲜技术 吃起来味道鲜美 咱们全部都是活黑鱼现切 取的都是鱼的中段 所以说鱼刺比较少 吃的时候更放心更安心 咱们这里面除了有鱼料呢 还有酸菜料和黄金酸汤底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开锅之后呢 再放咱们的黄金酸汤底 最后再放入咱们的这个黑鱼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很鲜啊 都有这种红色的血红蛋白 说明它很新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都已经打卷了 说明它很新鲜 短短的几分钟啊 酸菜鱼已经做出来了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那个辣椒段 泼一点油就可以啊 我娘俩就吃这个刚刚好 就不放辣的了啊 家伙们啊 这个酸菜鱼是年货节养啊 它现在不要给力 79块9 到手一袋 两袋 三袋啊 然后再给大家安排一点鱼丸 一袋是净含量450克 很划算啊 过年了对吧 亲戚朋友来了 咱们弄点凉菜 弄点热菜 咱们再做一款的酸菜鱼 生食省力啊 主要是它好吃下饭 就是现在喜欢大家 赶快喂过年屯上吧 咱们再做一件事 资 Peters 成为一个章菜 咱们再割 oni